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三天在节目上讲的 检察官讲嘛 送钱的小老百姓都压了四个了 收钱的高官一个都不用压 各位朋友 这个你再怎么讲也讲不过去嘛 郑文燦 不晓得他今天吃的好吗 我不晓得 民进党我们在吃饱味 民进党吃饱味 是我们过去 嫌疾我每次都把它拿出来讲 民进党执政是为了捞钱 每个人都分 这么多年了 第九年 下来十二年 不晓得要吃到都饱 对不对 每个人吃到饱滚滚 郑文燦以前很瘦的 而且长得也没有像现在 荒头大耳 你要把郑文燦的体重把它减掉三十公斤 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们认识的郑文燦模样 各位他现在饱滚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地方上很喜欢去跟人家应酬 或怎么样 那这个在经营选票是很有用的 对不对 这个现场 哇这个那个 你就觉得 庙会啦 什么红白喜事 大家觉得这个人亲和力很强 郑文燦碰到他 你看他都是笑眯眯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很多人 就对郑文燦 这几年的变化 除了体重之外 对于他的那个 都觉得哇 真是变太多了 他过去跟蔡英文 那时候还瘦瘦的 跟蔡英文这起来是跟 苏贞昌 那时候更瘦 他当苏贞昌 在陈水扁实在当行政院长 他是苏贞昌的新闻局长 那当然很多人就觉得 哇那时候就入阁 没有错 各位朋友民国95年入阁 啊现在 现在入奸 各位 他实在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 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 做了民调 因为他做了民调的时候 郑文燦还没被收押嘛 这民调是这两天做的 说对郑文燦涉滩 你们觉得意外吗 意外的人有40.4 认为不意外的人43.5 郑文燦被收押可能 会更高啦 那 那 有800万人 对民调执政 的那个 动摇 这是 游英龙教授做的 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 的报告 游英龙他本来是个民进党 他处理两岸 那他国际在教书 他专门在做民调 我有好几个记者的朋友 都被他教过 他说 游英龙是教的不错 如果不讲政治 大家觉得他的学术 那个也还不错 2018年 台湾在选九合一选举 九合一选举 你要有领头羊 这几年的情况都一样 比如说2014年 立营的领头羊是柯文哲 柯文哲很少 一个人的武林 所有媒体每天堵着他 然后他就讲一些俏皮话 什么话 那其实没什么营养 他反正鬼扯 或者诬赖别人 大家都新闻都做很大 柯文哲是 我是十几年来 我都看清楚他 就一直是这样 我骂他的也没有变 不管你跟国民党有没有合作 我也没变 我老实讲 我们做新闻的原则就在这里 那 2018年 国民党领头羊 韩国瑜 那很少 就跟2014年的柯文哲一样 柯文哲那时候很少不起来 因为民进党提名了姚文志 让柯文哲连任之路 选逐重重 国民党丁守中 那丁守中当然 他漏选以后不见人影 我也不晓得 但是因为他 那时候说得了 废友问题 到山上楊明山去种菜 就没有再见过他 那我讲 那我讲喔 其实 各位朋友你可以看到了 在台湾喔 政治是起起落落啦 2018年 蓝营的领头羊是 韩国瑜 地营的领头羊 郑文燦 可是那一次 韩国瑜的陷风太强了 民进党 输得非常惨 国民党拿下十五县市 那柯文哲拿下台北市 那其他的 台湾二十二个县市嘛 你就可以看到民进党 剩六个县市 保六个县市 很可怜啊 就可以看到 那时候的选举就这样啦 2016年 民进党算起来 应该只拿五个县市 因为金门 金门也被陈乎海拿了嘛 那时候 2018年 无党籍的 那我们看喔 其实在选举里面 很多东西很奥妙 那时候民进党有几个大咖的 就你要先 再当过县市首长 林家隆 台中市长是很大咖的 他被卢穴案打败啊 他本来打败民进 国民党的 胡志强那时候 声势多高啊 对不对 后来他被卢穴案打败了 声势马上就下来了 可以看到 你选书嘛 在你的本命期选书 那还有什么话讲 这个就是政治的现实嘛 那民进党纷纷不知倒地 你可以看到 这时候 国民党的气势起来了 民进党拿下了只有屏东啊 台南啊 嘉义县啊 嘉义市都输了 输给国民党的黄敏菲 你看黄敏菲多强 他这一届在干完就干了四届 当然中间他有当立委 黄敏菲实在非常厉害 我跟他是好朋友 他那个亲和力非常强啊 那我都在我的节目上 他当选 第四届的那一天 我都在我的节目上讲 四年后当选 你叫王美会 民进党 因为国民党没办法接班 这接班不是说 我把那个棒子交给你 你就会当选 不是 我人脉交给你 你没有我那个气度 还有那个随和 还有那个亲和力 你也接不上啊 嘉义市是非常胜利的险期啊 对不对 黄敏菲很厉害啊 我真的非常佩服他 就在这样的艰难的险期啊 那可以看到 然后民进党在新竹市 桃园市 然后 那个 嘉义 那个不是 基隆市 你可以看到 所以 所有的这些险局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对他来讲 是非常不利的时候 郑文在 在民进党最 最低落的时候 他还继续保持他显赢 所以他的声音就大了 2018年他的声音就大了 为什么 因为他第二任嘛 那时候台南 那个是第一任 台南的那个是 黄伟哲是第一任 他是第二任 所以郑文哲马上出来止血 赖清德行政院长辞职 郑文哲跟蔡英文讲 让苏贞昌来组阁 所以他讲 蔡英文就停进去了 因为 蔡英文都已经输到 连党主席都辞掉了 然后民进党的主席 交给卓隆泰 他说卓隆泰是我们 民进党中生代的大师兄啊 卓隆泰就当选了 卓隆泰选举的时候 他有竞争对手 就是我前面讲的 游盈隆教授 那当然选票差距很严 因为这文章代表整个新潮流 那大师兄 大师兄是谢系 民进党两大派系 然后这样一支持的话 当然卓隆泰高票当选了 郑国会也没话讲 苏细也没话讲 卓隆泰就找楼文嘉当秘书长 楼文嘉就找林辉环当副秘书长 大家就可以看到 民进党就重新开始慢慢站起来了 然后有很多人去怂恿 韩国瑜 高雄市长你来选总统一定那个 小董其其以为不可 那大家声势很高嘛 天天骂我 到我节目上来 那嫌疾结果大家就知道 韩国瑜真的下去嫌了 2018年12月25号 市长上任 2019年4月宣布下去嫌 2020年1月16日 白嫌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嫌疾是很残累的 很残酷的 可是也没办法 我讲啊 这个 嫌疾你这样实在没办法 那这种嫌疾 就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 嫌后 都会装作自己 好像有先天之明 要不然嫌后就开始怪人 谁谁谁没有努力 都是谁害的 嫌总统是 是很大的一个嫌战 而且他输赢是 那一次的输赢是几百万票 260万票 谁有办法 台北市人口 也不够250几万 还不是人人都有投票钱 对不对 你扣掉的话台北市 台北市也不够200万票左右的选票 输260万票 你就知道 那当然 我们 讲很多话很多人不一定听 但是没关系 那只好从头来 只是你在从头的时候 你年纪又大了 人会老去的 我讲 所以 那个时机点是很重要的 郑文燦 的声势 让蔡英文那时候 对他言听计从 他称他胖周仪啊 就是说周仪是很有谋类的 他的智慧 对 仅次于诸葛亮嘛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三国 那 民进党的诸葛亮是谁 当然是 当然是蔡英文自喜啊 他才会称 第二个 是周仪嘛 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 很好笑 就头名玻璃名 哇 班上考第一名的人 每天对别人都夸奖 那考第二名的多厉害 多用功 多认真 对课本多了解 但他是第一名啊 头名玻璃名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人很厉害 非常厉害啊 那他厉害到什么地步 哇 讲得活灵活现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还是输给我 各位朋友 我们闽南话 头名玻璃名 玻璃就是包羊嘛 那可以看到 郑文燦 胖周仪的 被蔡英文这样一叫 不敬而走 那各位可以看到 同样在压人 有时候就很奇怪 为什么我讲奇怪 我这两天看一个新闻 几张照片 曾欣怡是郭台银的老婆 他带着他女儿 到欧洲 他们买了一个城堡 已经买很多年了 带女儿暑假嘛 就去那边度假 那度假他拍出那个城堡 拍出那个天空 大家看了好羡慕 哎呀有钱真好 买下一个古堡 对不对 古堡打扫干净 有专门的管家 有钱嘛 在里面当宝主 然后就 很那个对不对 大家觉得很浪漫 大家就不禁拉门 那你老公郭台银呢 很久没有看到了 当然很久没看到了 选举后就没看到了嘛 郭台银那就把国民党闹得天翻地覆 大家都很清楚 侯友宜被他闹得天翻地覆 郭台银说他要全力支持侯友宜 他全力跟侯友宜导弹 然后 他找来了 国民党有些地方上的诸侯啊 或者地方上的 翻阵 然后开始来 扯国民党后腿啊 郭台银扯国民党后腿 国民党很多人去跟他拜托 跟他自知不理啊 他去年到金门去帮陈芳也抬面 抬轿啊 今年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去年要选举啊 他认为他跟郭文哲合的话 他正科富 应该就有希望 因为他很有钱 柯文哲有魅力 有年轻人的魅力 柯文哲不愿意当副手啊 柯文哲说我要选可以 你当我副手 那他不愿意啊 我怎么可以当人家副手 我郭董耶 台湾守护耶 所以后来 没办法合啊 大家看了就是这一幕啊 后来才会 才说 要不然就蓝白合啊 柯文哲说我只能当政的 我有一只能当副的 因为我民调比他高 那大家来比民调 柯文哲 找了九家民调 柯文哲只认他 推荐的那一家 说我赢 别人他都不信 他说我就是第二 第二当然 要做正 你 侯 侯有余第三 你当然只能当户 我们二三加起来 就可以 赢得了 赖清德 他民调我只输 赖清德一点点 他一趴左右 你输好几趴 你怎么跟他选 嗯 他票开出来不是这样啊 柯文哲 讲鬼话 但是 小总讲这个 不是事后在怨疑他 我选前就这样讲了 各位都可以替我作证啊 柯文哲就是第三啊 他就是这种人啊 你不用 你不用喜欢他 对他批评也不用客气 他就是这种人 他批评别人 他也不会客气 对不对 一样嘛 我真的跟各位朋友讲啊 你看台湾社会 你很多时间就烧众就过去了 对不对 你说 我们下次再写 下次对不起 四年 四年后了 你也老了 柯文哲 赖清德 这些人年纪都比我大 四年后又是怎么样 比我更大 都不用讲嘛 对不对 一样 大家都会老啊 那别人 他有位子 他就可以展现 他的媒体魅力啊 比如说我是赖清德 我当总统 我去哪里媒体就跟啊 就问一些问题啊 那我说 郑文燦这种案子 他讲郑文燦最近要被收押 要怎么办 那他当然就要出来讲话 讲话 他 我们喔 对于 有不法 我们就会办到底啊 对不对 有不法我们就要把它办到底啊 那大家听 喔 对喔 那媒体会不会报道 哇 赖清德的态度办到底啊 哎呦 办到底 嘿 郑文燦被收押了 为什么要讲郭台铭 我刚刚讲郭台铭的太太曾欣怡 到独堡度假好开心喔 郭台铭结合国民党的 这个诸侯 藩正 就地方上 喔 势力比较强的 里面最强最强的人 叫做典论啊 屏东的议长 屏东 民进党长期执政 议长是国民党 做典论挺郭台铭啊 谢典林 彰化的议长挺郭台铭啊 还有一个 已经 本来国民党他就 退出国民党了 南投的议长 他也挺郭台铭啊 主要是以议长 那大家挺了不宜乐乎 跟侯友宜打对台 那国民党当然就被分了 郭台铭没有党籍自己要选 怎么办 连署 他连署的票是过 可是他选一定输啊 郭台铭是不能输的人啊 所以他没有去登记啊 郭台铭没有去登记 登记 当然选也是输啊 登记 他如果去登记的话 他抢的票 国民党抢的票有限 他抢的票是柯文哲 柯文哲一定输得更惨 我跟你保证 就 因为那时候的民调显示出来 他们的选票是比较重叠的嘛 对不对 那郭台铭那时候最后的选票 大概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再拉掉柯文哲百分之五的选票 柯文哲剩20 我跟你讲 就这样 五到七 柯文哲 因为最后大概拿26 所以你可以看到 郭台铭就没有选了 可是去联署了怎么办 谁帮他联署啊 联署是用买的 小董在节目上讲很多次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新闻 因为我觉得悲痛中来啊 帮你联署这些人被收押了三十几个人 包括台北市司机工会的理事长 驾驶员工会理事长 在计程车的驾驶员工会理事长 都被押起来判有罪 现在被判有罪啊 帮他那个人那些人都有罪 这个就是买票啊 总统买票 会险嘛 所以你想想看 这么多人自掏药包帮郭台铭买票 各位我一个简单的问题 郭台铭人在哪里 这么多人为你坐牢 然后你太太在你欧洲的古堡 带着女儿在那边度假 别人在坐牢 昨天晚上又被押 他已经被押了七个月了 昨天开庭你要不要押 继续押 他女儿哭死了 这女儿 你老爸那时候 在帮郭台铭 在呛国民党跟国民党对抗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啊 有人在当国民党中常委 有一个在当屏东市的市长 屏东市归屏东县所管 因为他是一个 那个 比较小的市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老实讲 有一句话我都不太愿意讲 我闽南话有一句话 叫做 你肖买不比你落皮多久了 陈辉文最喜欢讲这句话 哎呀你肖买不比你落皮多久了 对不对 对于很多人都很适合啊 有些人你要想想看 当你在得意的时候 你要想想看 我现在当总统 当总统有什么了不起 总统最多当八年啊 我当市长 市长有什么了不起 你最多当八年啊 过去我跟陈隧扁 吵架的时候 他当台北市长 我当记者 态度很凶 因为他都骂李登辉他也骂 他骂李登辉老万天 什么都骂 李登辉那时候是总统 阿扁那时候气势不可同律而已 只有我敢枪他 我现在 我不是用调白不比你落皮多久 我没有像陈隧闻这种用法 我说阿扁那你把我听清楚 我在早上闻才叫唐嘴 唐嘴嘴 唐嘴嘴你做市长 我就在做记者了 你这次做市长 这么复杞哦 将来日没做市长 我没有讲连伯啦 我说我怎么还在做记者 我就是 一世人做记者 谁当市长都一样 是不是 阿扁去坐牢的时候 我还在当记者 怎么样 你出役的时候 我还在当记者 你儿子出去当 你儿子去坐牢的时候 我也在当记者 我就是这样 那我们的职位 有没有多高 没有 可是我们真扁实事 我们做很多东西来评论嘛 所以我看到周典论 又进去了 我其实感到非常的悲哀 当年那个气宴是多高啊 那时候国民党怕得要死 如果诸侯都去挺沟台兵 佛有余就不用险了嘛 对不对 虽然最后 沟台兵没有险 可是国民党已经气势大伤了 那这些人 看沟台兵没有险 他们有认真去支持国民党嘛 大家心知肚明啊 现在怎么样 现在 你在坐牢 天天要吃药 每天苦苦哀求法官放你 说我会死在里面 我心脏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法官才不管你这个 为什么 因为他怕你串症嘛 你们那时候五百块去买一票 买一票 你看嘛 他自己出五百块去 五百万去帮沟台兵买票 照现在收押他的理由 他有没有出五百万去帮国民党嫌疾过 国民党过去再嫌疾 你怎么去帮他出这个钱啊 所以看起来就是 我有时候看的可怜啊 你帮的那个人 不见踪影 他太太正在度假 你在坐牢 欢迎小董真心话 郑文燦一定会被抓起来 小董昨天讲 郑文燦终于经济观了 各位 可能你们不太知道建议 我们建议是属于法务部的教证署 教证署管台湾所有的建议啊 那 其实很多建议 并不是大家想都 哇里面点一张 都怎么样都怎么样 当然他们会偷偷 点一张有权力 他会去偷偷勾结一些东西 现在当然 不太会说 我故意去刑求你 故意在里面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会 他的权力就是 他可以给某些人方便 对不对 可以偷偷让你约见啊 或怎么样 这个偷偷 他的嫌疾就很大了 那很多 点一种 当然想升官啊 你要升官要靠谁 要靠法务部 法务部长听谁的 听行政院长 听总统的 所以谁执政 其实是有差的啦 你知道 刚官进去监疫会怎么样吗 官进去监疫喔 官进去监疫 小董 我打一个比喻 小董已经骂好几天了 我们台湾的女孩子去帛琉 全身透光光 前后 透光光 前后的那个都要 私密处都要被查 又怕你藏什么东西嘛 各位你懂不懂 怕你藏什么东西嘛 简单讲就这样啊 那他直接起死大路 小董在节目上讲 台湾人 做点尊严 有尊严 有志气的 台湾人不要去帛琉丸 你去那边受到就是欺辱啊 因为 他认为你们有钱来 有钱来 很骄傲 他就故意羞辱你 反正我就是海关我最大 你到这里我叫你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不然就压起来嘛 我就认为你有什么嫌疑嘛 各位 就这样 所以台湾人 有志气有尊严 通通不要去帛琉里游 帛琉有什么好玩的 没有嘛 他对你不友善啊 你说那边海水很漂亮 海水很漂亮 金门很漂亮很便宜好不好 马祖很漂亮很便宜好不好 金门的海滩 你知道我们金门夏天有多少海的活动 海边 像我的我现在住的金湖 我们金湖啊 花蛤季啊 你去参与大家 花蛤 海边都是蛤蜊你知道 抓一抓 好多我随便用手一捞都是啊 真的就是抓起来满手都是蛤蜊 那花蛤 那我要回去 我妈就去市场说 買两斤蛤蜊给你吃 很便宜 因为很多嘛 你让它吐吐沙 下去炒 用姜丝随便炒一炒 加一点盐灑一灑 要上来的时候 灑一把胡椒粉 好吃的不得了 又鲜美 你一碗白饭 把几个蛤蜊铺在上面 烧烧 那蛤蜊的汁就倾斜下去 那个比卤肉饭好吃多少倍 各位你想想 我讲你都会流口水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都流口水 对 昨天还有朋友说 问我说 你那一家那个 你那一家那个 饭团你哪里买 我说我吃个饭团 朋友都问 都认为我是美食家 我不是啦 但是 我有时候也会吃到不好吃的 吃到好吃 我不另于在节目上介绍 昨天在 电梯一个教授 碰到我说 董哥你讲 那些我去吃真的都很好吃 我说 其实每个人 对味道感觉不一定一样 但我觉得好吃我就推荐 我那一家是在板桥的义民街 那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 他叫麻吉 麻油的麻 吉祥的吉 就 一 两个 两个女生开的 他们大概四十来岁 大 非常 非常勤快 东西很杂实 好吃的 那我不会在节目上 你说人家什么好处 没有 从来没有任何一家 给过我任何好处 我就觉得好吃 我就推荐 我们 简单讲我们节目也没有那个 你知道我们 很多好吃的东西 你要到好物市集去找 他们那些人很辛苦 天天要去找好吃的 在台湾 遍 满山遍的 去找 这东西很好吃 那东西很好吃 有一天我碰到他们一个 一个朋友 他就给我吃一颗荔枝 一颗 这个荔枝 很少有 为什么 因为 他中天 中 那个壳有一条缝 这个台湾没有几个有啊 对不对 你有吃过荔枝 有一条缝 很好剥 你顺着这条缝两边慢慢剥就剥开 手不会沾满 干干净净 有人叫他拉链荔枝啊 这非常好吃啊 他没有特别甜 其实我们现在荔枝很多够甜 所以我就 这很不得了 这个是我吃到好吃的 我都会讲 那各位朋友 你讲 我们 很多人去帛琉 过去的经验不错 现在 你去的都 地方的人就觉得 这有几年来 看的不爽 香港人 在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 过去 香港人赚的满 薄薄薄 后来 为什么不爽 后来发现我们一向看不起的大陆人 既然比我们有钱 心里 心里 不能接受 就开始找理由来讲 哎呀他们怎么样 大陆人来 他到这家店 所有牛奶全部扫光 他到周大福卖金饰的 所有金饰 一个人全部扫光 刷卡几百万 你生人好 可是你心里 看不起他 对不对 土财族 怎么样就这样 那后来就编排很多东西 反送中是在这种背景 成立的 反送中就是 我们看不起的大陆人 现在既然这么有钱 所以我们就开始说 他不民主 他怎么样 都是心理因素 我告诉你 人生 当然我们追求很多目标 对不对 小董我是一个记者 我只能揭发真相 做很多东西的评论 多数的人追求的目标 是怎么样 我们要赚钱 赚钱可以改善我们生活 我们 我们当然不要起不易之财 你去投资股票 都可以 那你赚的钱 改善你的生活 让你小孩受好的教育 可以帮他补习 他进好的学校 将来找工作 比较有保障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对孩子都非常好 那孩子就不一定写好 过去对小孩未必很好 都会很严格 哥哥管弟弟 姐姐管妹妹 对不对 因为父母都很忙 以前小孩都还管得还不错 至少他不太会读书 可是他知道要尊敬父母 长辈要怎么样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那一套 现在你看到那种东西都是 小孩子骄傲的不得了 我们有一句流行话 叫做很屌 每个人都很屌 都没本事 都觉得别人对不起他 都欠他 现在就变成一个 所以我们是一个 富裕的社会里面 教出了教重的小孩 这小孩没有竞争力 中国大陆的小孩有竞争力 那各位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是第二代 他看到他父母很贫穷 中国大陆现在的小孩 就是我这一代 我看到我们父母 他们很穷很打拼 对不对 就大家很打拼 你就知道说 我这个家庭可以这样不容易 所以我们自己也很打拼 那我们打拼 我们不希望我们下一代小孩 像我们这样 所以我们就很重容他 他要什么就买给他 要怎么样 所以这小孩就 品格就变差了 他就品格变差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体会 没有办法体会 他所有东西都是 查来伤口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甚至 疫情期间我们看到 那些阿公阿嬷 长辈一大早排队去买口罩 买口罩给家里的小孩 给孙子 大学生孙子 上班二三十岁的孙子孙女 都是这样 让你们这些人好好睡觉 我们去排 连这种都是在那 那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世代 他就已经变成这世代 这个也没办法讲了 那我刚刚讲 我一直扯到什么 扯到我们军门 花隔季 台湾很多人喜欢去 我去捞很多东西 还有你可以去抗钩 抗钩是怎么样 我们把那个 用一只船 在海边 绕一个半沿 这半沿把网撒下去 然后抓住 这两个网的头 然后大家来拉 上面有很多鱼 有螃蟹 然后大家分一分好开心 过去 因为你只能再进来 你那船是小船 你不能离太远 太远在海上很危险 外边流出去就更危险了 就这样 所以过去 比较沿岸的人 要不然你就像澎湖他们 他们做了几个石户 长潮的时候 鱼就进入了这个石户 退潮以后他来不及退 就困在石户里面 我们就进去抓 就等于挖个洞 让他进来 因为会长潮会退潮 所以每天都有鱼吃 当然这都比较小的鱼 可是很安全啊 你到海上不安全 那这种在海边还算安全啊 所以现在金门人很尽情的享受大海 各位朋友 我们金门过去是不能享受大海的 过去海边都是地雷啊 我家有一只牛 前金门比赛第一名 又粗又壮 踩到地雷就死了 就被炸死了 没有赔半毛钱啊 他有标示啊 他靠我们这边有标示说这是雷漆啊 当然另外一边没标示 另外一边要水鬼摸上来 不能给他看到标示说这是雷漆啊 我们就要让水鬼去踩地雷啊 对不对 可是我没有 我在金门这么多年 没有看过水鬼踩到地雷过 看到一些动物不小心 我家那只牛是金门比赛第一名 被炸死了 只好把他 找了十几个标情答案抬着 把他抓去埋葬了 我们那时候那个年代是不吃牛肉的 人家很辛苦 那个年代的人就这样 牛斑我们甘甜 我们怎么好意思吃它 那现在时代不一样 现在牛 牛养出来是专门为了吃 跟养猪一样 他肉牛嘛 所以那个时代都在进步 是不一样的 那小总扯到这里 哎呀我就想起王伟中说我收到哪里了 我们可以看 在台湾 你很多人不知道说抓进去监疫 郑文灿会做怎么样 我告诉你就是 你所有全身都要被检查 又有人一进去 哎呀太苦了 他万一在里面自杀呢 对不对 1925、1995 他万一带东西进去自杀呢 他带两颗毒药 塞在哪里 你怎么会想得到 他带一把小小很小很小的刀 把自己脖子割断 你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他会带 他自己带进去 你怎么没有搜查出来 你这个管理人你是有罪的啊 所以要搜查非常清楚 郑文灿进去一定会被查 每个人进去都要查 那你就知道 现在吃饭时间我也不要讲哪些地方要被查 现在吃饭时间各位理解吧 就是那种查法 所以你进去其实是 有点羞辱性了 然后你进去以后 你跟你关在一起那三个人都认识你 哎 市长你怎么会来 有个贩毒的贩毒进来 对不对 有两个詐欺的 詐欺进来 我们是詐欺我们是贩毒进来 那你呢 不用讲嘛 你们政治的人会进来 一定不是贩毒不是炸欺嘛 一定是贪污嘛 哎呀 郑文灿你也会 会有今天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 会有不胜兮兮啊 但是只要司法是公开 是透明的 小董相信 郑文灿是早晚会进去的 我不是讲的吗 郑文灿准备被关了嘛 是不是 欢迎小董真心话 小董喔 其实有时候 讲很多新闻 其实因为我们跑新闻久 有时候 一些事情就比较清楚了 那这个清楚喔 有时候会被嘲笑 我那天喔 跟郑立文在上节目 因为那时候刚好郑文灿 被五百万放了嘛 那 郑立文 跟郑文灿当然很熟啊 他讲一讲 他就 眼睛就扫到我这里 我就一脸 藐视不以为然 他就当场 在节目里面上 诶 董哥怎么看到我 一脸很看不起的样子 我就揭话 我说我当然看不起你啊 人家也百合血印 像郑文灿人家 变得都会有钱啊 像林嘉隆 有钱 而且刚过台东市长 交通部长 刚过现在干外交部长 对不对 人家每个人都 很那个 阿你呢 当然 我们这个 这个对招喔 当然 没有事先讲好 但是我就在揭移啊 揭移什么 野百合 的世代 墮落了 过去美丽岛世代 墮落了 对不对 美丽岛 大家看到某些人 国际美丽岛是很悲壮的 那 他们获得钱以后就墮落 然后太阳花 太阳花 那是墮落到不得了 贩毒卖淫的那些 太阳花在台湾是个忽略名词 是疫情让人家看不起的人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刘乔安啊 什么那些人 对不对 大家看啦 柳林伟那时候都支持医生 结果去坐牢 对不对 姓骚啊 然后他侵吞了 吞了他们 那个单位的 那个钱啊 大家看了协议很多人会兼钱啊 A百合呢 A百合呢 民国七十九年三月 他们那时候就发动了协议 学生运动就发动协议 那要求要国家要改革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当然啦 所以那时候 弄了以后 就很多人就 很多学校就响应了 他们就到中正经验堂那边 每天聚集要求怎么样怎么样 那时候李登辉当总统嘛 所以其实就有 那他最重要的 我老实讲啦 他们最重要的诉求 就是要做改革嘛 改革怎么样 譬如说我们那时候 有临时条款 临时条款 里面有一些戒严 的那个 不知道 时代的那种 那种条文啦 然后他们也要求开国事会议 就是有一些 这一些的诉求 我讲 郑文燦也是那个时代 林家隆也是 他们很多人 自称那个时代 就那时候在大学学生里面 参与 后来在民党里面 都飞煌腾达了 那这个 这个当然每个世代 都曾经飞煌过 可是也曾经倒露过 肖白不比 落皮卡骨嘛 我讲就这样 郑文燦 那 在这个事件之前啊 他跟梁文杰啊 他跟梁文杰啊 替奥文 那时候接受招待什么事情了 因为就在我节目嘛 我那时候在TUBS主持节目 所以 这个是跟我最息息相关 我最懂啊 我那时候找来的来宾就是 林瑞涂啊 林瑞涂就讲啊 郑文燦啊 跟梁文杰哪个 替奥文啊 接受人家的那个 后来下完节目 因为林瑞涂跟我是非常熟 林瑞涂还没有当议员 就跟我认识啊 所以我们是非常要好 所以喔 前年 九合一嫌疾 我最悲伤的事情就是 我的好朋友林瑞涂没有当嫌 吊车尾 因为他有一个叛徒啊 他的一个跟他非常久的人 去投靠一个里长 那里长也出来嫌 就把林瑞涂很多票就分走了 那这个里长当然没当嫌 那他这个叛徒 跟他很久了 这个老实讲也不能讲叛徒啊 就是说 反正 反正跟久了 可能觉得跟你也没什么好处 或者就是说 我不太西 不太喜欢你对我的态度 或怎么样 我也搞不清楚 因为我也没有深究去问 可是 毕竟背叛自己的老板 去支持另外的人嘛 那林瑞涂就漏钱 这是两年前 前年 前年 九合一选举 我最悲哀的事情 林瑞涂那时候上我节目 他就讲这事情 那时候我们在谈民进党的一些贪腐 那谈了这 这以后他就讲 我说 我说你讲这个要有政绩 下完节目我说要有政绩 你不要被他告 我说郑文藏跟苗文杰是很喜欢告人的 因为 因为我们也认识他们 就知道 他说我不怕 他说我是有政绩的 果然就被告了 被告就要开始传了 那 那个 林瑞涂就传了 就你接受人家招待 招待 到底是招待什么 澳文嘛大家很清楚 澳文就是 赌场很蓬勃 亚洲最蓬勃的地方就是澳文 政府靠赌场收税 澳文政府很有钱 澳文的老百姓不用缴税 每年还要 政府还要花钱给你 那时候澳文通过有用 后来 政府钱太多 干脆把你过去 过去缴税的时代 你们缴的税 那些钱我也还你 有钱到这种地步 所以新加坡也搞赌场 台湾是搞不了 因为台湾人都假震惊 这赌博有多坏的影响 或怎么样 败坏社会风气 我看华人 华人的世界 社会风气最好是新加坡 因为他法力很严格 他也有赌场 他也有化工厂 我们国光石化不要 他就跑去新加坡设场 新加坡是华人的典范 老实讲 那他当然有很多东西 你就想不说 哎呀不自由 是啊 我也同意啊 但是 就每个人看你要够怎么样的生活 那如果 有人喜欢香港过去 哎呀对不对 那种过屋 然后香港东西很好吃 各有嘛 有人喜欢台湾 台湾社会运动 民主运动很发达 每天可以去干嘛干嘛 但台湾也有台湾的好处 台湾的东西很好吃 华人很多好吃的东西 中国很多好吃的东西 到台湾 因为变本加厉 经过改良 然后就变得特别好吃 好吃的都在台湾 我可以这样讲 那你要看华人地区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很多地区 他很多东西 地方很博大 很多风景很优美 他很多东西也很好吃啊 我们早年去东西不好吃 又咸又油 后来他慢慢改良 发现健康的因素 或怎么样 他还在改良妆啊 中国大陆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因为他现在变成有钱以后 他知道说很多东西 你知道有生活品质的 那小董讲这个 我跟各位讲 郑文燦那个案子 后来去查啊 传了 招待郑文燦的那个台湾 台湾的博弈大亨 因为他在澳门 他有开很大的赌场 他叫陈盈柱 陈盈柱 陈盈柱啊 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公益啊 那当然 陈盈柱跟 林瑞涂就传他去作证了 他说因为 所以郑文燦哦 跟梁文杰哦 他们哦 跟着台湾一个朋友来啊 所以他就招待 这朋友叫秦祥义 各位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 工厂的厂上面 工厂的厂 然后下面是一个羊 牛羊的羊 这个字变作祥啊 就是学校的意思 秦祥义 义是一个金再一个义 金义满堂的义 他说秦祥义的朋友来 我就招待啊 他们后来就去怎么玩啊 就是我有交代 我没有碰到他们 但是我有交代 钱是我出的 那 因为他当场出庭作证 那你出多少钱 他说我后来因为新闻闹大了 我就去算一算 大概花了46万 各位 这个就是那时候的过程 所以林瑞图判无罪啊 那现在梁文杰跟郑文杰 尤其梁文杰 常被人家修理 哎呀到奥文喝花酒啦 受招待啦 怎么样 他们又告不赢 这是法院认证了嘛 这个是跟我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过程 那另外一个有关系的是什么呢 因为陈盈柱啊 有周刊写说他跟马航九怎么样讲 奖给马航九多少钱啊 他们用银费的方式啊 马航九很气啊 因为那时候马航九在当总统 后来梁文杰那时候当民进党的 发言人 他就上李涛节目 我也在场 我那天当来宾 2100前面开奖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我组织 李涛组织一到五 梁文杰就在上面讲 马航九就说 祖头啊 陈盈柱这个祖头的三亿啊 马航九很气就去告 马航九最讨厌人家 收他说谁的钱 只要讲他收钱他都都告 他当总统时候告都告不赢 他卸任总统以后告都告赢 所以他就告梁文杰 那梁文杰那 为什么讲三亿我不晓得 梁文杰他可以讲 我引述周刊是一亿 你为什么要讲三亿 我真的搞不清楚 对不对 你如果引述 你就可以没有罪啊 或者怎么样 他自己又编一个三亿 结果马航九一告 他又是发言人 所以民进党跟梁文杰 要赔给马航九一百二十万啊 各位朋友 因为你指涉我马航九收钱啊 有人说指涉他顶薪 周一扣也赔钱 吴子佳也赔钱 陈敏宏也赔钱 陈敏宏是我过去联合报的同事 六十万 每个讲他收钱的他都去告 以前当总统告都告不赢 不当总统告赢 我有一天碰到马航九的秘书 我跟他讲你们老板 运气好啊 因为这种官司民事要打很久 打到他不当总统 你看他现在可发财了 当然马航九做很多公益啊 用这个节目来消遣他 因为明天是马航九的生日啊 1月13明天是马航九生日 那当然大家可能忘了 谢谢大家